欢迎来到陕西美厨娘 今天给大家做一个酱水 酱水面好吃 酱水炸走你 在国外你又没有饮子呀啥来的 其实自己很好做 糖芹看见吗 酱水六颗可以放各种菜 但是芹菜是最好的 芹菜时候只要叶子这一部分 伤头盖杆 不能太多 太多了以后你这个酱水做出来 味道不好 过于酸不香 所以叶子 只栽叶子部分 叶子摘下来以后 你就把细杆精 你看 我说叶子不是说只是摘前头这一段 就待上这种 就这样 又叶子又盖盖 但盖盖不要太多 就这样 而且我告诉你是第一次做 不要弄得太多 酱水不能放四点长 通常做一次你 就是三到五天就好了 我说的是第一次做 你没有饮子的情况下 最长酱水也就能放个 一个例外左右 所以要先吃先弄你 所以我建议你第一次做的时候 你就这么一把芹菜就行了 下面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把这芹菜呢 这个过水 过水以后让它断生 就闻着没有生芹菜的味就行了 看碎开了 那就开始糟芹菜叶子 然后芹菜叶子下进去就行了 唯一我要说的哈 这个芹菜呢 降水很重要的时间不能煎油 所以无论你是照芹菜的锅 还是你下面的锅里头不能用油 而且呢就包括筷子 你看用一个铁筷子 我们家平常用的那种筷子 我不能保证它上面没有油 所以我就用一个这样的筷子 这个一开做行的 你不是在这煮 你不需要它熟 断生一下哈 就把那个菜的那个生味给它给弄了 行了 这做行了 管货哈 把它捞出来 捞到一个凉水盆里头 这个也要干净的盆哈 不能用油的盆 看这个盆里头哈 这是一个干净的玻璃盆 同样没有油 这里头现在放点是面糖 我今天煮面的汤 这个汤呢一定不能用油 你要仨做的油泡面啊 那汤不能用 就是煮白面条的汤 摸一下 基本上就是不是特别烫 但是你手的温度 比手的温度稍微高一点点的时候 这个时候就可以 把咱刚才留的芹菜 过来凉水 拿瘦也捏锅了 把这个呢就放到这里头 看见没有 就放到这里头 把它全部安进去 完了以后呢 包括你这个盖也不能有油 我把盖上 放到一个比较避阴的地方 但是不需要放到冰箱 总而言之 就别离炉子那么近 那一天 就到碗期 大开盖 拿筷子 叫火一下 三到五天 姜水就做成了 菜变颜色了 变成那种黄颜色 酸了 汤也酸了 基本上 凯司的制作就是这样子 所以我就说 你千万不敢弄一大盆 弄一个笑盆 这是 想当于你的印子 不需要方粗 仨都不需要方 这样它就自然会发酵的 自然就 酸味就会出来 看一看哈 你看这酱水 第三天 这个叶子呀 开始变黄了 就开始出酸味了 你现在完全可以闻到 有酸味 这还没有耗 第二个 你看这个水颜色哈 是轻的 如果你上头 涨了一层白母母子 那就坏了 就要倒掉 不能用了 这个就很好 你每天就是 就这样 拿上来和一下 一定要用 不带油的筷子 再过两天 就完全耗了 看这是第五天了 这个酱水耗了 第一 你闻味 那个酸味就出来了 真的这个酱水的酸 不是酸菜的酸 不同的酸 很香 第二个你可以看这叶子 变成这种黄的颜色 绿黄绿黄的 又不是一种坏的黄 第三 上面不干长白母母子 要长了一层白母母子 就坏了 必须要倒掉 完了以后呢 这酱水咱们要吃它 你就是把它捞出来 这个糖可以继续用的 这就是所谓的影子 你下次呢 就把新的菜往里头放 新的面汤不够了 往里头续 这个菜你就切 切成这小段 咱要操 你看 不要切太大端端子 笑得 做这个酱水汁的是两种 一种就用纯的 就刚才那个菜就行了 但是呢 很多人呢 加一个东西 就是旧菜 这个是表胚 不要太多 不要悬宾多煮了 你永远记住 酱水是助菜 这个就是胚菜 根据那个量 胚一点点旧菜 就是为了提个鲜 你像我这么多韭菜 我用不完 我用一半 这个呢 就是要切成小端子 这想着看 第三个 我这个面已经弄好了 这个酱水的面呢 叫旧眼面 它叫旧眼 就是酱这个面的宽度 像韭菜叶一样 这么宽 所以这个旧眼面 就是咱酱水面的表准宽度 我这个呢 是拿压面机做的 唯一我要讲一点 就压面机的面 和面的时候 一定要硬 一定要让它硬 我做过一个用压面机做的裤袋面 大家可以搜一下那个 或者我给大家连接一下 你看你那个压面机要要的 面要硬到啥程度 你看看这个面 绝对比你手感出来的硬 快看 这样呢 下出来才好吃 我现在准备炒姜水 我要拿这个炸出来的油来炒这个姜水 看一下我方的香料 干辣角 小茴香 还有花椒 你看花椒 在这里头不多 十几粒大概 就是为了取花椒的香 不干做出来 马里成船菜了 小茴香多放一点没事 油不要太中火 是啥概念呢 10080度左右 这个油就烧好了 下面我们把这个烧好的油 倒到你要炒菜的锅 完了以后呢 姜水菜先放进去炒 把姜水菜的香味炒出来 酸的 你越炒你就觉得它那个酸味就出来了 放一点盐 根据自己的口味 你到底是放醋还是不放醋 有的人姜水菜里头还要再放醋 有的人不放 我倾向于不放就炒它的酸 但是呢 有的人呢 要放 如果你要要放就放一点点 所以我今天呢 就给大家弄一点放醋的 你放醋的时候不要假的睡再放 就要在油的时候放 这样的话呢 就趁着这个香料油呢 把这个醋稍微砸了一下 但是你千万不敢放多了 是因为放多了姜水的酸就不好吃了 就你把它挪去了那个味儿了 你的主味儿只有一个 如果是酸 咱要体现姜水的酸 太没有姜水 现在的味道很浓了 已经烘泡了 在加水之前 就前一分钟 我把韭菜进去 就让韭菜断生一下 操一下 韭菜你就有点发腻了 我们就放水 这个水就是你所谓的姜水的水 就是你拌面 你做亮碗面 你就放亮碗面的面糖的水 就是所谓咱的酱水 就是这个 为了提鲜 我加一丢丢的鸡精 点点更多 加所有的东西 永远记住一句 不要遮盖了姜水本身的香味 千万不敢让酱水的味道乖了 完了以后呢 把这个火关了以后 就放到一边 凉凉 夏天就彻底凉凉凉的 再把面弄进去 冬天 春秋吃的时候 热的也可以 也是非常好吃的 但是酱就是吃凉的 咱这个姜水就做好了 面煮好了 拿上来 就把咱这姜水 往上浇 完全是 这个糖 就是姜水的糖 不是面糖 虽然咱这是糖面 看没 我现在把这往进浇 看没 酱水面就是酱水 突出的就是酱水 弄好了 下面一件事情 油和辣子 如果你不能吃辣椒 就这样 非常好吃 如果能吃辣子 油和辣子来了 可以看 这一碗的酱水面就做好了 教会一下 那咱尝一下 那必须把它弄到小碗里头 我跟你说味道好烫 姜水要做的好吃 真的就是要 一定要吃姜水菜的酸味 这就是我就说 你在放醋 放别的东西的时候 一定要非常的注意 千万不干把这酱水 拆本身的酸味 给折了 一定要柳叶面 就是不宽 也不折 没看 想看 好